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欢乐秀 我是月月姐姐 那今天呢我们的桌子上 是不是又看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们呢 我们的超级飞侠 那我们一看他们两个呢很像 之前呢月月姐姐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是我们的新成员背景员 那她呢是跟我们的包警长 是一个队伍的 那我们之前还介绍过很多新成员啊 比如说我们的狼狼 还有我们小青队伍的新成员 那我们的小爱好像 到现在为止新成员还没有出现呢 今天呢月月姐姐可是把好消息带来了 今天月月姐姐要找到我们小爱的队员啦 那今天是谁呢 快来看我们的节目就知道啦 咚咚咚咚咚咚咚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小爱队的新成员啦 那现在呢月月姐姐把它从我们的盒子里面解放出来吧 咚咚咚咚 哦 看起来跟我们的小爱呢还是有一点像的 你看他们的盔甲呢都是粉色的 我们这次的新成员他的名字呢叫小柔 他呢还带了一顶紫色的帽子 嗯 哎这边呢又有一个十字这样的标志就是我们的爱心救援 但是我看我们的小柔啊 它的造型跟我们小爱的造型 区别还是有点大的 你看我们的小爱 处处呢都是圆圆的 你看它的身体呢 都是圆圆的 特别是变成直升机之后 整个身体就特别的圆 但是我们的小柔呢 这次看起来都是很有棱角的 你看 咚咚 像是一个车的样子 那我们的小柔队员 那你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工具呢 来我们变一下身看一下吧 咚咚咚 我们先把它的两个腿合并起来 然后 转一下 咚咚咚 然后把它的两个小手收起来 变身成功 咚咚咚咚 原来我们的小柔队员呢 是一个救援车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小柔就可以负责所有 陆地上面的救援啦 我们的小爱 咚咚 是一个直升机嘛 现在呢我们给小爱也变一个身 先把小爱的小手放回去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叫 然后呢 我们的飞机尾翼 然后把他的两个腿送回去就好啦 咚咚咚咚 好了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给他们两个 有非常明确的分工了 那我们的小爱主要呢 就在天上飞行 还可以进行水面的救援 那我们的小柔呢 主要就负责在陆地上面的救援了 那今天呢 月月姐姐也一同找到了 我们的包警长 还有我们的背景员 为什么找他们两个呢 那我觉得呀 我们的超级飞侠里面 其实他们四个人组队 是最棒的 为什么呢 我们的包警长呢 主要是在路面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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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巡航 然后如果发现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就可以立即找到我们的小柔 前往前放进行救援 嘟嘟嘟嘟 那我们的背景员呢 当然就是跟我们的陆地上面 他们两个是一组的 飞行组的 他们两个是一组的 一个呢进行侦查 还有一个呢 就负责现场的救援和处理啦 呃 好了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超级飞侠 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需要到天上 还有海面上去巡航一下 那月月姐姐呢 现在就派出了我们的 登登 小爱 直升金 以及我们的包警长 去完成这个任务了 登登登登登 诶 那现在呢 还有一个 墓地上的任务 非常非常的紧急 那怎么办呢 呀 还好有我们的背景员 还有我们的新成员 小柔 那这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月月姐姐呢 就交给你们两个啦 你们两个现在快去执行吧 一定要加油哦 好 我们收到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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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今天呢 我们一起认识了新成员 嘟嘟嘟 我们的小柔 爱心救援队的 哎 我月月姐姐呢 要预告一下 其实呢 我们的超级飞侠第五季 马上就要在这里大团圆啦 诶 那我身边呢 还有一位新的成员 还未来的 几个大家介绍呢 嗯 那看她的样子 有没有觉得跟我们的哪位队员很像呢 那她究竟是哪个队员的小伙伴呢 跟哪个队员是一对的 小柔们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赶快来猜一下 好啦 那月月姐姐下去就要给大家揭晓答案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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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